我叫陈小红 我的老家是农村的 我有一个姐姐 还有一个弟弟 我的父母就靠种地为生 但是父亲特别支持 我们姐弟三的读书 小时候 别的小伙伴放学 就把书高一扔 耐山遍野地去玩耍 我们姐弟三里一字摆开 每人趴在一张 小木头桌子上写作业 在七八十年代的农村 吃后不愁了 但是生活条件还不是多么好 尤其是我们家 三的孩子都在读书 家也就种了那吉姆山岭保底 日子紧紧巴巴的 农忙季节过后 有的邻居就外出打工 挣点钱补替家用 但是父亲身体一直不太好 天一冷就咳嗽 我们家的日子紧紧巴巴的 父母孝我和姐姐都考中专 读师范 因为考上师范之后 学校里管吃管住 也不用交学费 姐姐到了初三下学期 学校里组织了一选考试 成绩优秀的同学 组成了两个中专班 其余的同学准备考高中 姐姐的实习成绩很好 她顺利地通过了一选考试 进入了中专班 中考的时候 姐姐也考了全校第二名的好成绩 到时好多老师建议起 也报商校和粮食 供销等比较吃香的实效 我父亲说 闺女 咱不听别人的 咱就得登记咱们家的实际情况来 你就读师范以后当老师吧 当老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 风刮不着 雨淋不着的 你性格文文静静的 我觉得你当老师就很合适 姐姐点了点头 她听了父亲的话 报上师范学校 去了我们临线读书 说实话 当时我学习不如姐姐努力 虽然我比姐姐还要聪明一些 我的数学基本上能考满分 可是我的文科要弱一些 我最愁地背诵实地生题目 到了初三下学期 学校照例要进行一选考试 当时我发挥得不好 我引以为傲的数学 竟然做错了好几道大题 我连中正班都没有进去 只好准备考高中 母亲唠叨着 嫌我不努力 但是父亲说别指责她了 说我连二闺女以后 比姐姐还要出息呢 高中三年 我终于开始发力学习了 尤其到了高岸的时候分科了 我进了理科班 我发挥了自己的长处 成绩突飞蒙进 高考的时候 我顺利地过了本科县 我报了省城的一所大学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我喜极而泣 多年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父母也是激动地泪水连连 当时我是我们村里 第一个女大学生 邻居们纷纷前来贺喜 立定解决考上了中专 已经分配到一个小学当老师 是我们家的骄傲 如今我又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我父母高兴之余 但是马上就陷入了忧愁 因为家里拿出来几千块钱的学费 怎么办呢 这些年 父母跟我们姐弟三个读书 家里不但没有攒下钱 而且在村里借了一些账 虽然数目不大 可是得挨着去还 以前每到交学费的时候 就是我最干大而又难堪的时候 我总是最后一个才交账学费 当时我姐姐一个月的工资 只有三百来块钱 她和姐夫结婚租的房子 公公铺或是农村的 她一个小叔子读大学 一个小姑子上高中 都靠他们供着 姐姐家是月公祖 当时我们这里也不像 现在有助学贷款 我们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我母亲去了我大姑家借钱 我大姑家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养殖场 养了好多只长毛兔和灰兔子 经常有外地的货车来他们家买兔子 但是当母亲去借钱的时候 大姑家正在翻贷房子 在农村里盖房子也得花不少钱 母亲没有好意思张口借钱 母亲又去了几个亲戚家 只借到了几百块钱 远远不够学费 当时学费是两千多块钱 眼瞅着开始的日期越来越近 而我的学费还没有着落 我急得嘴上起了泡 母亲更是急得走足不安 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那天母亲早早地起床了 她说 我忽然间想起了一个亲戚 那就是你一个远房表姐 平时见了面 她说话特别热乎 也许能帮咱们 这个表姐的年龄比我大不少 家里有两个儿子 母亲说去碰碰运气吧 因为我们和这个表姐家来往不多 那些年 表姐和表姐夫 在蔬菜市场里租了一个摊位 他们收书菜往外地卖 有时候我家菜园上种的菜吃不了 就拿到菜市场里卖 打嘴总给我们高价收购 其实那就是为了照顾我们 去表姐家借钱 母亲也没有多少嫡气 母亲说 以前在也从来没有和人家有过什么来往 现在去求人家 也不知道能能帮忙 我实在没办法了 去了再说吧 我和母亲一起去了菜市场 表姐和表姐夫 刚刚发完一车祸 正坐在那里喝茶休息 看到我们来了之后 表姐非常热情 她拉着我们的手 让我们坐下 赶紧得我们冲茶 让我们吸血 母亲吞吞吐吐地说明了来意 拜生你啊 你看她能能抱我们一把 你等没考上大学了 待着家里拿不出学费 要是因为没学费 不能上大学 我们得后悔一辈子 表姐一听 马上对表姐夫说 你看咱又要借钱啊 党妹上不了大学那可不行 你说怎么办呢 表姐夫几乎不假思索地说 现在考成大学可不容易 咱可不能让表妹 因为没有学费 而上不起学呀 咦 你放心 我马上就去取钱 你在这里等的呀 说完 表姐夫骑上摩托车 就去了信用社 很快拿回来了两千块钱 递给了我们 母亲要洗借条 表姐夫白来手说 咱是亲戚啊 亲故 亲故 无亲不故 写什么借条啊 我和母亲拿到了 这两千块钱以后 一路上我哼起了歌 虽然当时太阳 毒辣辣地照着 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热 我甚至觉得一丝清凉 我终于可以上大学了呀 我的心里下 有好多小鸟在飞翔 那份喜悦根本无法抑制 无法用语言形容 我终于踏入了梦内以求的大学校园 在大学里 我努力学习 年年都挣奖许金 平时的时候 放了学和周末 我就出去发传单 洗盘子 四年的大学生活充实 兼兴而又快乐 大学四年 表姐那两千块钱 我们家里一直没能还上 因为当时我弟弟没有考上学 父母得攒钱给他带房子 表姐说了 含钱不及 他们不等着用 但我上班以后 挣了钱再还他们 毕业以后 我进入了省城的一家单位上班 当我攒够了两千块钱之后 我马上回来了一趟 亲自得导姐家送去了 我另外还拿了一千块钱 给他们当利息 导姐一看都生气了 她说 导妹 咱是亲戚 帮忙是应该的 我怎么能要你那一千块钱呢 我只好把这一千块钱又穿回了都里 我这个人是有感恩之心的人 由于工作忙碌 我很少回来 但是我时常得表姐家寄点礼物 有时是一件羊毛衫 有时是两箱茶叶 时间过得飞快 岁月如梭 我已经在省城安家了 我老公是济南当地的 公公婆婆也都是好单位退休的 虽然我已经一属无忧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是我的总是难以忘记 当年没有钱交学费时的窘迫和胶着 前些年 我和表姐早就互加了微信 我们经常在微信中沟通交流 因为表姐是我的贵人 也是我的恩人 我一辈子都不能忘了她 这些年 表姐加了蔬菜批发生意一直不错 她和表姐服上去年纪以后 不再像以前那样打拼 她们把生意主要交给了两个儿子打理 她们只是帮帮忙 去年秋天的时候 我对表姐打视频电话 那段时间正好我休了年假 我对表姐说 表姐 我现在休假了 也没有什么事 你们来玩吧 我陪你们好好逛往省城 表姐一听很高兴 但是她说 屌妹呀 你平时工作那么忙 现在休了年假 得好好休息 我们就别去打扰你了 我实心实意地说 表姐 你不是从来没有来省城王过吗 你和表姐夫一起来吧 表姐说 屌妹 你还真别说 我一直想去省城看她 我还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呢 不过我们去的话 我想带着公公婆婆 还有我父母一起去 我们六个人一起去 你不用管我们吃住 现在大家生活条件都好了 我们自己承担旅游的费用 你对我们当的导游这行吗 我一听马上说 表姐 太好了 你们带着老人来旅游更有意义 我一定全程陪同 不过你不用考虑吃住的是 你来这里什么都不用管 好好玩这行啊 我马上得表姐一家六口 订了三个套房 刚开始丈夫说 要不订了标间吧 我理解丈夫的心情 前几年我们刚当买了第二套房子 每月的房贷负担比较重 平时我和丈夫也是省吃解用的 我白了她一眼说 你知道我和表姐的关系 她可是我的贵人呢 他们好不容易来这一趟 我得让他们住得舒服一些 表姐一家六口是坐着高铁来的 我在济南西站接到了他们 我马上安排他们住进了酒店 让他们先歇了一些 然后丈夫去饭店 订好了一大桌丰盛的酒席 我们得表姐一家接风洗尘 那几天我带着表姐一行六人 转变了省城的景点 每个景点都仔细地去看了 由于有四个老人 他们行动比较缓慢 我们就不能着急 每到一处就慢慢地走 慢慢地逛 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人 第二天的时候 丈夫也请假陪同 两天下来 丈夫对我说 这两天咱都花五千多块钱了 接下来是不是咱得节省一点 吃饭的时候别去大饭店了 去小饭店行吗 我马上说 那可不行 表姐带着老人 好不容易来这一趟 咱能好好招待他们 要不以后会难过的 表姐一大家子 在济南整整完了四天 花了一万块钱 全部是我出的 语程结束以后 表姐感激地说 表妹啊 我们来这一趟可是值得了 四个老人都心满意足 他们说 没想到年纪这么大了 竟然能还来省城逛逛 回去之后 和村里的那些老邻居 得说上半年还说不完 表妹 多亏了你呀 要不我们带老人 外出旅游很麻烦 这几天你出钱出力 我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表妹 我有你这样的亲戚 我太荣幸了 我一听 远忙挖着表姐的手说 表姐 你说到哪里去了呀 没有你当年的帮助 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 要是当年你和表姐夫不给我交学费 我现在也就是在村里种地 我哪能像现代这样生活呀 表姐一听 我又提当年的事 她马上说 表妹啊 这件事让你惦记了一辈子 你再这样说我就不好意思了 谁还没有个困难时候 帮帮忙不就行了吗 咱是亲戚 就得相互帮忙 表姐他们临走的时候 我又给买上不少的礼物 给四位老人 每人买了一双舒服的鞋子 给表姐买了一套茶具 两箱特产 把他们送走以后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那几天我确实累了 而且还累得不轻 但是我却觉得非常值得 这些年 我一直觉得 没有报答表姐的恩情 这一次她带着老人来旅游 终于让我觉得 含了他们一些情分 但是还远远不够 隔了两天 我正在玩手机刷视频 手机上突然出现了一条无理信 我一看 是表姐转过来的两万块钱 我愣了 表姐大妈得我钱 而且还得我这么多 肯定是转错了 我马上给表姐打去了电话 我说 表姐你是不是转错钱了 是不是想顶你的客户转钱 转到我这里来了呀 表姐爽朗地笑着说 表妹呀 我哪会转错钱呢 我就是转给你的 这一趟旅行 我们带着四位老人 去你那里旅游 你管吃管住 为我们花了不少钱 回来之后 我和你表姐夫商量了一下 就给你转两万块钱吧 我知道你们家有房贷 虽然你们工资稳定 但是也不是太宽裕 你必须得收下这些钱 我连忙说 表姐 我要是收下你这些钱的话 咱们还能做亲戚吗 还能是好姐妹吗 当年你帮了我那么多 这次你带老人来旅游 我好好招待是应该的 你可别放在心上 我肯定不能收这两万块钱 丈夫也说不能收 但与表姐一会儿一个电话 一会儿一个微信 催我赶紧收钱 表姐说 要是不收钱的话 她心里会一直不安的 我了解表姐的性格 她就是这样的人 她宁可让别人欠她的 她也不肯欠别人的 我只好把钱收下了 元旦的时候 我和丈夫回了趟娘家 顺便去表姐家做作 可是表姐没有在菜市场上 我给她打电话问去了哪里 表姐说 她在县城的儿子家里 而媳妇坐月子 刚当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我一天连忙对表姐表示祝贺 我赶紧开车去了县城 打电话问你 表姐儿子家住在哪个小区 我说过去玩玩 我去超市买上了一些礼物 给孩子买了好几套小衣服 还买了玩具 给表姐的儿媳妇买了银养品 花差不多两千块钱 表姐还嫌我花钱多 她说 表妹 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就不能和你说 我在儿子家里了 我提前对表姐的孙子 包了一个两万的红包 领走的时候 我悄悄地塞给了表姐的儿媳妇 我让她先不要吱声 等我走了 再和表姐说 往回走的路上 我在想 亲戚之间的交往 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 彼此之间的体量和帮助 更能温暖人心 一暖就是一辈子 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我看你看